所以我常说做儿子做女儿的 只要能孝祖父母一定有福报 这个我已经看过很多案例 冥冥中自有安排 很不可思议的感应 但是不孝的下场都很惨 所以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从父母本身来做起 这是个起点 然后扩大 世界上所有一切众生都能感化 这一切众生染上习以兜兜不良的习气 邪知邪见 能不能感化 能从哪里做起 从我自己本身做起 没有能感化 是我自己真诚不够 成则领 理论的基础 就是成则领 那就是要肯定一切众生本来 本性是善良的 《三字经》里面讲 人是自信本善 你要肯定一切众生信本善 生信本善 在佛话里面肯定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有情众生 皆有佛性 无情众生 无情就是他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自走 他有法性 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 都是纯净纯善 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的 老和尚常常在国外洪华 有一次外国人就问老和尚 说希特洛他是善吗 希特洛是善吗 脑上说是善 没有错 是善 他的本性是善 在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佛陀又讲 佛陀到灭度的时候 在讲内盘君的时候 他说一餐体都可以成佛 一餐体就断了善根的人都可以成佛 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什么是本性 佛法讲我们六根的根性 眼是见性 耳是闻性 鼻舌身是觉性 义是知性 见闻皆知 纯净纯善 希特洛也是纯净纯善 这怎么说呢 比如我们用眼来做个比喻 我们眼见外面的影像 眼见就是第一见 第一个眼见 第一念 你还没有起念头 这个时候你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 就是这个见里面 决定没有附带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个第一念 就是纯净纯善 这个是你的见性在见 这个是本有的见闻皆知 刚才老和尚特别讲 在眼也见 在老也闻 在鼻舌身是觉 在意是知 在见闻皆知 但是麻烦在这里 第二念就麻烦 第二念就落在意识里面 落在意识里面 有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这里面就有善 有不善 这个善是善恶的善 善恶的善 是第二意 不是第一意 第一意是纯净纯善 我们讲的绝代的亲近 这是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本性 那是绝代亲近 那是纯净纯善 我们现在讲一禅不软 禅宗里面讲 灵光毒药 囧脱根层 就是那个境界 灵光毒药 囧脱根层 里头你有善恶 不但没有恶 善也没有 人自吃信本善 我相信中国圣贤讲的 本善 跟佛法讲的第一意 是同样的境界 所以中国圣贤讲 人自吃信本善 那个善 就是纯净纯善 的那个善 但是佛法讲的比较清楚 分析的比较脱臭 所以一切的不善 善恶对立的这个善 是习气 是习信 所以三四经的后面就讲 头一个是讲本善 接着讲信相敬 习相远 那个习就是毛病习气 习信 习是被污染的 被染污的不是这一事 是生生世世 你有好的染污 善的这个熏染 那就变成善 不善的熏染 那就变成恶 因此交易比什么都重要 就变成善 就变成善